二二八這一天的共生音樂節 原青鎮像往年一樣說要參加 並在凱刀上進行行之有年的 點燃懶煙行動 表達原住民族在當代社會 受到的結構系壓迫 呼籲共同面對歷史正義 衍生的各項議題 不過明火燃起不久後 就立即吸引警方關切 響應今年主題時至今日 原青鎮指出 對台灣原住民族來說 經過多年抗爭 依舊是權力與身份被剝奪的處境 而主流社會對身份 三靈尊重的無知 也造成原住民族在認同歧視的遺失 期盼透過象徵自由平等的狼煙 正式使至今日的無知 從事尊嚴與記憶 邁向和解共生 到今天已經受了那麼多的傷害 或者說有那麼多的困難在發生 但我們還是很希望 在這塊土地上的所有人 可以跟我們一起去理解 更多關於原住民族的一些議題也好 對原住民有基本的認知也好 有更多的尊重跟認同也好 邁入第十年的共生音樂節 為提供更豐富認識二二八事件的途徑 除了透過音樂演出 也有展覽介紹歷史 以人權市集討論自由平等與公理正義 彰顯新世代面對二二八事件 歷史的態度 提醒社會大眾說二二八事件 它其實並不遙遠 那我們也不應該在現在這個時候 就選擇遺忘 青年是希望可以拒絕遺忘的 那希望可以一直記得一個這麼重大的 一個歷史事件 主辦單位表示二二八紀念日 來訪報導